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朱一龙 王俊凯 于柯维合唱《欢乐时光》 赵丽颖一袭红裙 让人眼前一亮 还有过年的气氛 肩膀一条大大的红结结 宛如颠放的鱼丹 趁着她格外笑容浅美 吊翘可燃 赵丽颖女职业歌手同台算是合格 声音很有辨识度 而同样是鼠灯央视春晚 可把邓超市高兴坏了 表演自魅力 热情只高张 邓超的节目在开场不久 与李宇春 易阳千玺合唱实在感 虽说很多网友觉得邓超似乎已经上过春晚了 但这确实是他的春晚属秀 邓超穿一身喜静红色西装 与旁边的李宇春 易阳千玺对比明显 全程又蹦又翘 十分活跃 和旁边两位歌手出道的明星相比 邓超仿佛跟他们不是一个频道的 邓超堪称魔力四射 比身边两位更像唱跳歌手 他动感失足 随着音乐习武 甚至唱到兴奋处 还原地跳了起来 也难怪超哥如此兴奋 他之前在接触采访时 直言十分开心 上台对他来说 有些激动 也很高兴 一直在等这一天 不少粉丝调侃他 第一次上孙晚来惊艳 不仅网友们调侃邓超 孙丽也忍不住发文调侃 超哥 你冷静点 叫出话 看到孙丽发文调侃 邓超独怒返笑 公开后台与工作人员搞笑胡同 看来邓超是骨子里的幽默 是真的开玩笑 不要当真 你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是抬头一片蔚蓝的天 你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是眼前一片泪水青山 你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这心中一团梦的火焰 你的时代感 我的时代感 是脚像一条青绣花圈 连接世界不再遥远 城墙都是一种浪漫 谁代感 这是谁代感 分光也是一种孤生 什么就是时代感 这就是时代感 城墙都是一种浪漫 其实邓超的兴奋表现 放到村晚的氛围是十分合适的 过年不就是投个热闹吗 小伙伴们觉得邓超表现如何 欢迎到屏里去联交 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 转发将关注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